有 大家熱情在哪裡 好的 我們先渡我們一下 我們地上都有頓點 我們先給我們媒體和我們拍幾張照片 後先為我們原子少年天王行 跟大家現場先打一聲照顧好不好 大家好 我們是天王行 我是天王的去Web 我是蔡陳佑 我是小孩 育虎 我是友成 哇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們今天穿搭超級吸睛的 而且運動感十足 如同Lacos本季的品牌精神 將時尚與運動元素來做結合 並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大膽的採用多元的色彩 跳脫秋冬沉重的刻板印象 將撞色不規則的圖案來做拼接 今天的穿搭者又帥炸了來形容 那麼首先我們就要邀請到我們的暖男隊長 虛威來分享今天的穿搭Lacos的心得 沒問題 今天我的穿搭的話是一個綠色的套裝 搭配一個刷毛的外套 那選擇的是一個綠白的搭配 那我覺得是有點不失原本Lacos的經典款式 對 然後因為它的經典就是鱷魚嘛 有綠色 對 那它就是綠白搭配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話有一個衝突感的搭配 我覺得是一個蠻突破的一個表現 就是對於Lacos現在的新的時尚 我們這一季2022 我們這個新的秋冬的一個系列 好的接下來呢 我們也要請我們的顏值天花板 陳佑來跟大家聊聊聊 想問一下陳佑你覺得嘻哈穿搭 必備的單品會是什麼樣呢 嘻哈穿搭嗎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有飾品來搭配 對 因為對我來說不可缺少就是項鍊啊 或是手上的這些 或是一些鞋子也很重要 然後你身上搭配什麼的都很重要 對像我自己特別喜歡的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的色彩都蠻豐富的 而且蠻強烈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身上這件背心 對這算是我從來沒有過的傳達這樣 因為我平時也不會突然穿一個背心出現在大家面前 對 很好拍天 欸大家的筆記本記起來了沒有 記起來了沒有 來陳佑的必備單品呢 其實在六樓我們Lacos的專櫃都有來做販售 接下來要請陳佑的CP反差模式代表 小哈 來跟大家分享嘻哈穿著的精神 嘻哈穿著的話 因為我今天其實我覺得我今天穿搭比較偏運動型 因為我裡面的話我會我自己有點像我平常穿搭 我會裡面搭一件黑色T恤 然後再搭一件黑短褲之類的 或者是黑長褲都可以 然後我外面我會搭一件顏色比較強烈的外套 像我身上這件藍色的封印外套 因為我覺得外套它很可以稱身型 版型也很就是可以修身體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嘻哈的話就是修身體啊 就是把身體擴大一點 讓自己看起來氣勢強一點 哇 原來我們的反差萌戲擔當 私底下也喜歡這種colorful的穿著 接下來要請我們的鋼琴小王子玉婷 來跟我們聊聊對Lacos的品牌印象喔 其實我一開始對Lacos的衣服像 就是跟我現在看到我 大家身上穿的這種感覺是差蠻多的 然後這次看到他們這一次的 新上市的這些衣服 我真的有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是不是 可是大家其實都穿得很年輕很吵 那像我這一件的話就是有賽車紋 在這件內搭的白色長袖上 就很適合外面戴一件短袖 然後這件亮的粉紅色Polo衫 也是一個很顯年輕的一個達人單品這樣 然後Lacos我這次發現了一個很酷的重點就是 那每一件的鱷魚都有做一些很特別的設計 像我們大家鱷魚的大小都不太一樣 那我的就特別拉一隻這樣 反正也不一樣 對 所以其實蠻開心這次可以出席這個活動 穿上這一身Lacos的新衣服 真的 而且大家都非常有自己的時尚態度 那麼接下來我們最右邊是我們的嘻哈五味熊 今天穿著的是我們最硬的老花系列 我想問一下有翔呢 對今天的穿搭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其實這一套穿搭是在既有的印象裡面 Lacos不會出現的 然後它主要就是用一個L 就是Lacos的字母L 然後去做一個立體的翻碗 然後印到整個身體上面 就是有一點復古但同時又有一點 富貴感高級感 對 還有一個法式的現代感 法式現代感 然後法式現代感就可以扯到什麼 秋天的感覺 為什麼會扯到秋天的感覺 秋天的感覺就可以來一杯熱的飲料 很浪漫 來一杯熱的飲料 是的 快唱歌了 太厲害了 對 秋秋的感覺 現在是從大家開始進了 我想問一下你們有什麼必備的單品 要跟大家推薦嗎 你說我們現在身上的必備單品 你覺得你一定要擁有一個的 我覺得如果要推薦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就是讓自己看起來 就是像剛剛小孩講的 身形會稍微比較寬大一點 就看起來比較有氣勢 所以我可能會選擇我的外套 或者是陳佑這個內心 讓自己有稍微厚重一點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如果身上有個 小包包做一個點綴 它也是很棒的 對 像我的話 我的腿就算是比較細的那一種 所以我通常在挑褲子的時候 我都會挑算 這種寬鬆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可以修我的腿鞋 所以算是我平常會穿的東西 對也是喜歡的東西 我自己的話就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外套 外套 就是我們三個穿的這三件外套 其實我覺得都還不錯 很能修身型 而且它版型也都是很不錯 嗯 我自己的話我最喜歡是你們這件長袖 然後剛好開雪季 然後天氣有重量 真的 就很適合這種博長袖的傳達 不管你配長褲或短褲 都是一個可以展現一個潮流的表現的 是的 因為我突然在想到 虛威是不是很喜歡Polo 3 對 就是以前啊 其實我一直不敢去嘗試Polo 3這個東西 但是我很喜歡它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感覺穿在我身上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Polo 3它是一個可以 在正式場合出現 也可以做一個很嘻哈 就是很... 可以很休閒 對 因為我覺得Polo 3它其實扎起來的話 它就是有一種正式尊貴的感覺 對 但它放下來的時候就像我這樣 我覺得很hip hop很帥氣 所以我覺得Polo 3就是一個我很想嘗試 但是 這一次終於有機會 參加拉克什這個 拉克什這個 一日店長 然後我可以去嘗試到這個穿搭 是的 欸有誰有沒有想要推薦的 有嗎 我應該是腳上這雙鞋 就是像玉婷講開學技 我覺得這雙是 穿制服或穿運動服都可以 都非常適合對不對 對 因為運動跟時尚感兼具喔 欸我發現大家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有態度 我想請你們來今天選出一位你們今天的造型擔當 要推出的是誰呢 登登登 我們的造型擔當就是玉婷 但是他其實已經晉升為藝術總監了 藝術總監 他升級了 有啦 加星兒加星兒 升官兒升官兒變藝術總監 沒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稱號 其實平常被他表演的時候 或是私底下穿搭 就自己規定是比較多 就蠻喜歡給大家一些 可以適合什麼樣成對不對 幫他們加點東西 出頭特別多 而且他都會突然出現在旁邊 假如說今天我們 這是我們的服裝醫師 然後他就突然走過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加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然後就 欸 就突然多一個藝術總監出來 不然就是你換完衣服 他就一直盯著你看 一直盯著你看 然後客人開始拿一些小配件 在你身上的比喻不及 哇 大家其實都非常有自己的一個 藝術的一個態度 這次呢 Lacos與原子少年天王星 一起完美展現了 Lacos年輕時髦的品牌新篇章 剛剛天王星成員們分享推薦的單品 跟大家講一下 在六樓 Lacos的櫃位上面都有 小羽原子少年天王星同款的粉絲們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的機會了 Lacos